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是第二关的挑战 首先我们还是把刚才晋级的六支队伍 请回到我们的挑战席上 有请六支队伍 这六支都是高手 但是现在我们要选择的是高手中的高手 第二关叫做长短绳配合赛 请听挑战规则 六支队伍分为三组 依次进行60秒的长短绳配合赛 每支队伍两个人摇长绳 一个人在中间摇短绳 必须跳过长短两根绳 才为一次有效成绩 60秒内完成长短绳跳绳个数 最多的队伍将晋级下一关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按照第一关晋级的六支队伍的排名顺序 由高到低 依次来挑选对手 进行两两对决 胜者会直接晋级下一关 失利的将会止步于此 这还是挺残酷的 对 1v1还是挺残酷 我们首先让排名第一的队伍 吉林乐跳队来商量一下 你们想选择哪支队伍 作为你们的挑战对手 你们觉得他会怎么挑 挑强的还是挑弱的 我觉得还是第一名 跳到处第一名 我们选 沈阳牡丹队 为什么选沈阳牡丹队 因为我们的成绩相当 成绩不相当啊 沈阳牡丹现在六个队伍里 他们是垫底的 他们是垫底的 第二关我们选择了沈阳队 是因为我们想应该保守一点 晋级到第三关 他应该干不过别人 所以选我们了 第二关他们实力不怎么强 只要不失误 我们就能稳住晋级 第一名选第六名 这其实符合 与竞赛当中的一些分组和对阵的原则 用交叉的方式来完成 接下来 重庆光速队 你们可以挑选自己的对手 我们选 江苏神童队 选择的是目前排名第五的队伍 我们选择了江苏神童队 是因为他们可能比我们要慢一些 就选择了他 放马过来吧 我们不会输的 好 放马过来 哇 厉害 只要我们在场上发挥稳定 不失误的情况下 会获得胜利 那接下来剩下的两支队伍 山东卓越和重庆前江 自然形成一队 山东队和重庆前江 对战一块 两个最强的第二关 我要介绍一下 山东卓越队是第二关的大魔王 其实在此前前江队很担心会在第二关碰上山东队 但是山东队很担心在第四关碰上前江队 重庆前江队第四关特别强 因为他们当时破过世界纪录 导致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在第二关把他们PK下去 这样我们就变得轻松很多 山东卓越队第二关是他们的强行 他们跳得很快 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成绩就很稳定 我们非常有压力的 他们的实力也并不弱 我们要讲战术的他们 我们必须发挥好自己的最高实力 三组的分组已经有了结果 吉利乐跳对沈阳牡丹 重庆光处对江苏绳童 重庆前江对山东卓越 第一组比赛的两支队伍已经就位 接下来还是有90秒钟时间 两支队伍热身 大小绳配合有几个难点 中间跳绳的这个人呢 速度一定要足够快 另外两个摇绳者和跳绳者的节奏 一定要保持一致 所以大绳和小绳 其实摇动的频率应该是一样的 必须是一样的 稍有不一样 可能差一点点绳子就会缠在一起 对所以这对选手体力 注意力和团队的配合能力 是有多重考验的 我发现紫阳牡丹队 这个绳子和第一关用的绳子 不太一样 在第一关他们选择的是钢绳 钢丝绳它的半径小 运动的过程当中阻力就小 它的速度就更快 他们用的是胶绳 它用来跳花样动作会更好跳 钢丝用来跳速度 吉利乐还是钢丝 跳得快 热身时间到 接下来时间交给裁判 保全步挑战开始 排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我们看到这个速度是慢慢开始进入的 双方都在找到自己应有的熟悉的节奏 两个队都是选择自己单跳实力最强的选手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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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队出现了一次失误 失误了 肯定配合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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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大绳套小绳的竞赛当中 中间单跳者应该是全然地掌握着这个节奏 一 二 三 四 作为这个摇升者一直在观察着这个节奏的变化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双方是在用普通的这个对于节奏的不断的这个重复 也让大家三个人保持同意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其实这样的训练是一种乐趣化的一种培养 而且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比赛不能由一个人完成 而是大家共同完成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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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一秒 比赛结束 在比赛最后一秒的时候 沈阳队出现了全场的第二次失误 他们失误了太多次了 今天应该赢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裁判员确认他们的最终双脚成绩 我发现吉林乐跳队 其实两个摇绳队员离中间跳绳队员很近 那也就意味着那个绳子给他留的空间就会大一点 而沈阳牡丹队就觉得离得远了一些 那么这绳子可能就绷得直了一点 大小绳缠在一起的可能性就会高 他这种绳中绳的玩法 这种失误的概率是平时的三倍 因为任何一个人失误都会导致整体的失误 所以三个人必须保持在同一个频率上 当然出现失误的原因是多重的 但是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在比赛开始的时候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这个如果你进入比赛状态慢 你就会出现刚才这种失误 失误对运动员的内心其实的波动性会非常大 三个人之间重新找回节奏就花很多的时间 是的 甚至绳与绳的牵绊都不是你一时能马上解决的 对 所以比赛的第一要是先避免失误 对 再提速 感觉是我们配合上出了点问题 还是平时练的不够多 其实沈阳牡丹队的三个小朋友即将六年级毕业 他们会分去不同的初衷 这也算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参加比赛了 我宣布吉林乐跳队最终成绩251次 沈阳牡丹队最终成绩192次 晋级的是吉林乐跳队 请进入晋级行 进入前三了 距离最终的巅峰对决 就只有最后的一步之遥了 你们三位来总结一下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配合有点不默契 你们仨在一块组队多长时间了 四年 我相信你们在一块练跳绳 除了磨练技术 你们未来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一定是彼此之间的友谊 所以希望你们这支队伍 能够在未来继续向着巅峰 不断勇敢的攀登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来到挑战不可能 请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比赛 再见 虽然我们没有闯进下一关 但是六年的挑战精神和友谊 会一直陪伴我们走下去的 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队伍上场 同庆光苏队选择了江苏绳童队 认为绳童队的实力跟自己还是有一点差距 在挑战的过程当中 胜出的把握会更大一些 但有的时候剧情也有可能会反转 不是有个词叫逆袭吗 那么在这一组挑战当中 能够上演这种剧情的反转吗 被选择的江苏绳童队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现场的发挥 能够超越重庆光苏队晋级吗 就看稍后的挑战 谁能够稳定发挥 谁能够拿出自己的最好实力 90秒钟热身开始 江苏和重庆光苏遇到了 谁的赢面更大一点 江苏绳童队的综合实力会更强一点 他们之前获得过很多 像花样比赛的冠军 双人同步冠军 四人同步花样冠军 也就意味着他们团队的配合能力 会非常强 随马成平说来吧放马过来 这不是随便讲讲 还是心里有底 重庆这个城市的跳绳发展水平 在国内是领先的 那个速度特别强的 都是重庆的孩子 希望光苏队的赢 我觉得光苏队赢 看好光苏队的 我记得老师说光苏队 一直在念这个项目 对 热身时间到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裁判 我宣布挑战开始 排派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章锋的节奏进入 好像重庆光苏队进入得更快一点 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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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光苏队 蒋瑞的比赛风格是 这个非常火爆啊 一二四 就上来就要加速 是的 咱现在它缩起来 保着劲 一二四 一二四 江苏神同队表现更为平稳一点 一二四 重庆光苏队比赛风格 比江苏神同队更急一些 重庆光苏队出现了失误 光苏队失误了 跳这关这关 我觉得就是本中求胜 江苏神同队这边开始追上来了 实现了反超 反超了 江苏神同队似乎跳得越来越轻松 马成明是2019年 世界锦苗赛双人同步的花样冠军 张苏是亚洲冠军和全欧冠军 三十 江苏神同队出现失误了 江苏神同队加油 重庆光苏队这边开始追上来了 一二三四 有戏有戏有戏 追上 追上 一二三四 重庆光苏队实现了反超 重庆光苏队出现了第二次失误 重庆光苏队出现了第二次失误 又失误了 一二三四 江苏神同队这边开始追上来了 一二三四 现在双方已经咬得非常非常紧了 一二三四 还有两秒钟 实现了反超 这个太刺激了这场比赛 反超了 厉害厉害 这一组 太惊险了这一组 最后结果怎样 我们有请裁判员 确认他们的最终双脚成绩 蒋瑞的比赛风格是 这个非常火爆我感觉 就上来就要加速 是吧 感觉有这个重庆人的性质 他从身体姿态来讲 他就是那种非常渴望 对比赛的那种开始 能够快速进入比赛 其实这个重庆光速队 这几名小队员 他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所以跳绳对他们来说 建立了自信 找到了兴趣相投的朋友们 但是他们的教练特别担心 跳绳耽误学习 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成绩下滑了 我就不让你跳绳了 所以以此鞭策之下 他们的成绩都保持在中篇上 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配合打得一直是不错的 但是充满了变数 鞭签光速队两次失误 丢掉最多五秒的时间 那就意味着说 他的对手多出了五秒 江苏神童队 以求稳为第一原则 在稳的基础上 尽可能地去提速 你看现在已经到了 非常焦熟关键的时刻 到了最后阶段 都是一个之长 一个 一个 看看啊 九格 所以手动计时和我们 重新重放确认之后 有了九次的差别 这两组都是非常精彩的 我宣布 重庆光速队最终成绩 两百五十九次 江苏神童队最终成绩 二百六十八次 如果他们两个队 都不失误的话 那重庆光速肯定会胜的 还是可惜啊 根据挑战规则 晋级的是江苏神童队 有请江苏神童队 进入晋级十位 非常激动 非常兴奋 毕竟他们实力 还是比我们强一点的 然后我们还逆袭成功了 所以我们感到兴奋 激动 这个对决 是不是第五名逆袭了第二名 对 第五名逆袭第二名 所以真的证明了 我们在节目赛程设置上面 是每一关有不同的侧重的 比赛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必须要承受 可能出现的意外 比赛永远没有规定好的结果 此时此刻 蒋瑞 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吧 这次回去好好地练一练 争取下次再来 跳出个好成绩 就把这次当作一个 经验和教训吧 希望下一次能够看见 光速队真正跳出 属于你们的光速 谢谢你们 来到乔丁麦肯定 再见 继续加油 很棒呢 好厉害 说不太多了 接下来请出我们最后两支队伍 登场 哇 考虚过一组了 那就是巅峰对决了 高手中的高手的对决 这一组好看的 这一组是他们两队自然碰撞到一起 而且他们的成绩距离得非常近 当时一个是第三 一个是第四 在第一关的时候 所以这两队成绩相差无几 所以完全就看这一关你们的发挥了 90秒钟 开始热身 这应该是这个环节当中强强对决 两队的综合实力都非常强 个人能力也都极其突出 从训练时长上来讲 山东卓越队平均的训练时长 每天是5到6个小时 但是咸江队为了这一次的比赛 每天训练时长拉长到了10个小时 这应该比90%以上的中国专业运动员 每天的这个训练时长都要长 这孩子们真是不容易 我觉得这一组是巅峰对决级别的比赛 对 山东第二关最强 潜江队是第四关强 谁说的都有点可惜 热身时间到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裁判 我宣布挑战开始 排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山东卓越队对重庆前江队的比赛 双方的速度一开场就非常快 山东卓越队在第二环境当中 大小绳的项目当中是预有先天的优势 而且他们摇层选手之间的距离非常直近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想击办法的提高效率 加快速度 宣布 潜江队这边开始逐渐把速度开始进一步加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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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 潜江队发生了失误 哎呦 潜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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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失误是非常致命的 因为你面对的对手非常强大 而山东卓越队这边没有任何调速情况 哇 山东卓越队太稳定了 三十 走 走 走 重庆潜江队又出现失误了 这第二次失误就变得更加致命 可以看出日常训练的水平在决定你 大赛中的表现 走 从山东队摇绳到整个的单跳当中的配合度 看绳子摆动当中的完美度 这个表现应该是堪称完美 山东卓越队真的是在第二关里的大魔王 太精彩了 一次失误都没有 速度一直保持在高频 三个人配合像一个人一样 你们太厉害了 零失误不说 而且速度极快 你们是我发现的到目前为止 把长短绳配合跳出了个人单摇的速度的 这种感觉的一支队伍 因为在我以前看来 如果长短绳配合 个人单摇一定是要做出一些牺牲 他不可能跳到个人单摇那么快 因为他要跟长绳配合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支队伍完全是 长绳在追着单摇的速度在摇 而且没有失误 你们太厉害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裁判员 确认他们的最终双脚成绩 音乐和革敏都参加了17年的 对 挑战不可能 上一次来参加挑战不可能的时候 失败了 这第二次来我们就是为了多的挑战 往这个称号来的 其实这个比赛挺难的 尤其当你出现失误的时候 三个人怎么能心里又保持同步 节奏迅速恢复到熟悉的节奏当中 这只有靠练 你看山东队这边的这个节奏感 非常稳定 您观察他的绳子的弧度 那个高峰抛物线的顶点一直在中间 两边的发力很均匀 两个抛物线的顶点都在一条直线上 这个配合太完美了 而这两个人摇绳保证了 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始终保持一致 但你看他们两人 其实发力的方式是略有所不同的 他是从脚底发力传上来的 感觉那个步子扎得很稳 对 我宣布重庆前江队最终成绩237次 山东卓越队最终成绩343次 可以可以可以 从他比赛成绩来讲 进到第二轮的六组队伍 剩下的五组谁碰到他 可能都没有办法进到第三轮了 按照我们的挑战规则 最终胜出的是山东卓越队 请进入晋级期 恭喜当之无愧的王者 水平高 这确实水平高 今天在现场因为失误导致没办法进入到下一轮了 虽然我们这次比赛很遗憾 但是接下去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希望下次还能来到这个舞台 夺得冠军 上一次来的时候是败在了上海队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砺之后 他们再一次回到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尽管这一次仍然没能站到最后 但是年轻的队员告诉我 希望以后还能来 我觉得这就是挑战的精神 这就是挑战不可能想要告诉大家的一种力量 那就是我们不以每一次挑战的结果 来评判我们的人生 我们更看重的是你是否在前进的道路上 始终拥有面对挑战的勇气 我觉得这一切比挑战的成果更重要 我想革敏的这个泪水 也是对自己的未来期待吧 期待再回到这里 谢谢 谢谢重庆前江队 谢谢你们的到来 再见 我们来看一下晋级榜 吉林乐跳队 江苏绳童队 山东卓越队 祝贺你们